2007年12月27号 在贵州省前西南 布一族苗族自治州的 中级人民法院的外面 挤满了吃瓜群众 这些人都是为了一个叫做 曹辉的杀人犯前来的 在这一天 曹辉因为故意杀害 当地兴人县的县长 文建刚一家六口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在当天的审判结束之后 奇怪的是 虽然曹辉被判得了应有的惩罚 可法庭外面的围观群众 却迟迟不肯离开 因为在其中一些人看来 这起案件当中 依然还有很多的疑点 都没有解释清楚 他们认为这起案子就这样结束 是不够清晰的 那么这起案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中的疑点 指的又是什么呢 这些案子确实比较有意思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 2006年11月28号 早上8点10分 前西南自治州的星意市公安局 铃声大作 警方接通电话 对方急匆匆的表示 说自己的小舅子在家里遇害了 让警察赶紧来看看 于是根据报案人提供的地址 警方立刻赶到了 位于星意市四中路的案发现场 现场是一栋三层的小别墅 小别墅独门独院 隔着几十米才会有一户邻居 而报案人此时就在现场 焦急的等待着 看到警察来了 他连忙上来自我介绍 说自己姓李 他的小舅子一家人 就住在这栋别墅里 今天早晨 他来找小舅子 结果一进屋 就发现了一地的血迹 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警方进到屋里 发现现场的情况 的确非常骇人 别墅的一层 满地是鲜血 家具凌乱不堪 在客厅里面 导着两女一男三具尸体 三具尸体面部朝上 表情惊恶 看起来都是被刀捅死的 同样在一楼 客厅旁边的储藏室的门口 还躺着一具 头戴卷发器的 成年女性的尸体 看起来应该是 准备收拾洗漱睡觉了 但没想到遭到了毒手 除此之外 在别墅三楼的卧室里 分别躺着一老和一小 两具尸体 看起来应该是 男主人的岳母和儿子 除此之外 在卧室外面 警方还发现了另一具 年纪比较大的女性尸体 在六具尸体当中 其中这个孩子的尸体 死状非常惨烈 这个看起来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子 他的头部 遭到了某种顿器的猛烈击打 导致头部直接变形 甚至脑浆都流了出来 细细数下来 三层的小别墅里 总共发现了六名死者 没有一个生还 而且凶手的作案手段非常残忍 竟然对孩子下此毒手 这让警方大为震惊 然而就在震惊之余 警方又了解到 这个三层的小别墅里 遇害的男主人 他的身份 竟然是兴议室下辖的兴人县的县长 叫文剑纲 被害的死者 竟然是县长 这让警方更加震惊了 这是否代表着这起案件的背后 会隐藏着复杂的真相呢 案情重大 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 上级也下令 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破获此案 于是很快 包括七名公安部的一流专家 以及省公安厅派来的二十几名各路专家 组成了一个实力很强的专案组 立刻行动起来 在不破坏中心现场的前提下 他们进入现场展开调查 寻找蛛丝马迹 另一方面 警方对文剑纲的办公场所等等地点 展开全面侦查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更多的线索 抓住凶手 很快 在死者亲属的帮助下 警方查清了所有死者的身份 现场发现的六具尸体 分别是文剑纲 和他的爱人方如勤 他的姐姐文剑芬 以及他的岳母 保姆 还有四岁多的小儿子 这其中除了小儿子 其他的几位死者 都是被凶手用刀刺死的 死亡原因都是失血过多 导致的失血性休克 而县长文剑纲身上 刀伤最多 还夹杂着几处 用钝器锤打的伤痕 由此推测 凶手很有可能 是冲着文剑纲来的 通过尸检 在小儿子身上 只有头部有大量的钝器伤痕 推测凶器为圆形的金属锤 锤子平面应该是圆形的 直径大约在三厘米左右 其他死者身上 大多数为刀伤 从伤口判断 凶器为单刃刀具 宽2.5厘米 长至少17厘米 从这个长度来看 它应该不像是普通的水果刀 那么于是 也可以得出凶手在行凶的时候 使用了两种凶器 一种是锤子 一种是刀 但这两种凶器 是他提前准备好的 还是临时起义 在死者家中拿的 目前不好说 这直接关系到 这起案子是临时起义 还是预谋杀人 其次 根据死者胃里的食物消化程度 可以判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当天晚饭后 两到三小时左右 据此推测 大概是在九点到十点左右 那么现在 大致判断出了凶手的目标 应该就是文建纲本人 同时也推测出了死者遇害的时间 但棘手的是 案发现场 却非常凌乱 从别墅的一楼到三楼 都留有大量的痕迹 这里面绝大多数 都是死者留下的 而有关凶手的蛛丝马迹 因为现场实在是太乱了 警方一时间 无法甄别出来 不过警方毕竟是专业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了整整一天的现场勘察 警方这边也有了一些进展 他们在一楼的客厅里 发现了一枚比较完整的 不属于死者的脚印 这枚脚印有27.8厘米长 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另外 别墅的院子当中 大门的门把手和电控锁 被人从里面拉动和破坏过 很显然 凶手对这种门是不熟悉的 他不知道要怎样开门 于是慌乱之中 就从内部破坏了门锁 才得以逃离现场 不过奇怪的是 在这个门上 只有里面的门把手 有被破坏的痕迹 院子外面的门把手 却并没有 由此警方得出了一条重要的推测 这个凶手 他很可能跟死者家中的某个人认识 他是通过比较正常的方式 从大门进入的 应该是有人给他开了门 所以在进入的时候 他不需要破坏门锁 就可以直接进入 那么由此 警方加大了对文建刚 及其家人的生活圈子 以及社会关系的排场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可疑的人物 而另一方面 通过对周边群众的调查走访 警方也搜集到了一些信息 首先有群众表示 附近的某个娱乐场所 最近出现了几个 比较可疑的福建人 那几个人看起来形色诡异 不像是好人 但后来警方在找到他们 查证询问之后 却发现这些人 其实是无辜的 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可以排除 另外前不久 有一个农民工 在文建刚家的附近 安装广告牌的时候 不小心触电身亡 当时这个民工的家属 在文建刚家的外面闹了很久 他们一度认为 是文建刚家的电线漏电了 才把民工给电死的 那么会不会是 死者的家属为了报复 来杀人灭口呢 为此警方做了一番调查 但最终却发现 那个民工的家属 在民工死后没多久 就已经回老家了 他们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因此这些人的嫌疑 也排除了 再之后 警方还去调查了 现场发现的 那枚疑似凶手的鞋印 但这个情况也非常不乐观 虽然警方在城区的 很多家店铺里 都找到了对应的鞋子 但这些鞋子 都是一些本地加工的劣质皮鞋 而且销量非常高 粗略估计仅仅仅在本地 就已经卖了好几万双 因此以邪找人 可以说是很不切实际的 那么至此 虽然线索很多 消息很多 但一连好几个都被排除了 这让人很是头疼 那么这起案子 应该从哪入手 才合适呢 就在警方绞尽脑汁的时候 有一个好消息来了 一名男子找到警方 他表示 在11月27号案发 当晚9点钟左右 他曾经路过了案发的别墅 当时在路过的时候 他在文健刚家的外面 看到了一个身高 1米7多的男子 这个男子大概30来岁 身上穿着灰色夹克 操着一口星人线的口音 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 哎哟家里有人啊 说完之后 他就走了 不仅如此 后来还有邻居反映 说在当天晚上10点20左右 在那名男子离开 一个多小时之后 曾听到文健刚的家里 传出了一阵奇怪的 乱糟糟的声响 这两条线索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心想当时那个路人 看到的可疑男子 会不会就是凶手呢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首先 文健刚 他是星人线的县长 而当时在门口徘徊的男子 他是操着一口星人线的口音 这一点是吻合的 其次 在这名男子离开 一个多小时以后 文家就传出了奇怪的声响 这奇怪的声响 会不会是凶手在行凶呢 那由此看来 这名男子的确值得关注 那么这个人 他到底是谁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警方再次对文健刚的人际圈子 展开调查 尤其是他的工作圈子 只要是当天晚上 没有不在场证明的 通通都叫过来 挨个询问调查 但是查了一通 还是没有发现线索 到目前为止的一系列调查行为 可以说 都是山虫水赴一屋路 始终没有找到柳暗花明的地方 那这个情况 就让专案组认为 这个罪犯啊 他应该是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绝对不是一般的小毛贼 因此通常的侦查手段 应该是很难发现他的 但是眼下 警方这儿 除了那枚脚印之外 也没有别的线索了 于是这起案子 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不过 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啊 这起案件的僵局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就在三天之后 专案组突然宣布 说他们抓住了凶手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警方对案发现场再次勘察之后 在文建刚家的院子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发现了一部手机 经查这部手机是死者方如勤的 也就是文建刚的妻子的 这个手机呢 其实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个手机的发现 让警方忽然想到 文建刚的手机在哪里呢 因为之前在现场没有发现文建刚的手机 于是出于保险起见 警方再次对别墅进行了勘察 但是仍然没有发现文建刚的手机 那么这个细节让警方兴奋不已 因为在案发之前 文建刚刚刚买了一部高档的诺基亚新手机 这款手机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整个星人线估计也没有几步 所以警方赶紧调转方向 开始调查当地的二手手机市场 而这一查呢 果然就发现 不久之前 曾经有一个女人 手持一部比较新的同款诺基亚手机 出入过一家二手手机市场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后来根据多方调查 发现这个女人 是星人县一所学校的老师 40来岁 长得文静秀气 没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 那这个女人的爱人 曾经是某单位的干部 后来不干了 下海经商 现在呢 她丈夫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娱乐场所 这生意虽然不能说太好 但是好歹可以过活 那也正因为她家开这个娱乐场所 所以说人们跟这个夫妻俩都比较熟 因此呢 人们经常管这个男的叫大哥 管这女的叫大嫂 就这样称呼他们 那么这个大哥大嫂身上 他们会不会有问题呢 于是专案组立刻就把这两位 请到了公安局询问 最开始啊 这个大嫂对自己用过这样的一款手机 这事呢 是识口否认 但是后来警方把这个监控一亮 面对证据 大嫂只能说实话了 他说这个手机啊 虽然说自己确实用过 但是啊 他并不知道这个手机是不是文件纲的 更不知道文件纲那起杀人案件的发生 那他这手机是怎么来的呢 是他的丈夫的亲弟弟送给他的 这个亲弟弟叫做曹辉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手机来自曹辉 说白了 这个曹辉很有嫌疑啊 在问清了曹辉的居住地点之后 专案组立刻派出警力 赶到了他所居住的星义市金水南路3号 结果没费什么功夫 就把正在家里吃饭的曹辉给抓住了 当时看见警察来了 曹辉呢 他也不慌不忙 甚至还笑嘻嘻的站起来 跟着警方慢慢的离开了 而接下来的审讯过程呢 也非常顺利 曹辉承认说 的确是自己杀害了文件纲一家人 这个曹辉外号是曹老四 因为他在兄弟几个人当中排行老四 当时是42岁 他一直是游手好闲 打光棍没成家 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常年在社会上瞎混 而且这个人啊 他有犯罪前科 早在1983年 刚刚19岁的曹辉 就因为强奸罪被判过刑 00年刑满释放 没有改邪归正 反而是变本加厉 天天小偷小摸 可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 那么再往后来呢 他这个犯罪的胆子越来越大 就开始盯上了文件纲家的大别墅 而在被捕之后 曹辉也大致交代了他的作案经过 根据他的表述 说在案发当晚7点多 其实他就已经来到了文件纲家的别墅旁边 寻找作案机会 在晚上9点钟左右 曹辉第一次去文件纲家里 但靠近之后却发现文件纲的家里有客人 于是呢 他就在这个文件纲家的这个门口啊 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语的抱怨了几句 结果这几句抱怨 就被当时路过的那个路人给听到了 后来到了晚上10点钟 曹辉再次来到文家 发现客人走了 于是就进入到了文家 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在文件纲的身上连捅了十几刀 在文件纲倒地之后 他又把赶来的文件纲的姐姐 妻子和保姆分别杀死 然后又在三楼杀死了文件纲的岳母 和文件纲的小儿子 至于说他为什么连这小孩子都不放过 这个曹辉表示 当时他进入这个孩子房间的时候 这小孩是醒着的 坐在床上一直盯着他看 他这心里一慌就起了杀心了 所以当时又掏出锤子 把这孩子给敲死了 那么至此到这儿呢 罪犯抓住了 这事情也明朗了 这起案子看起来也该结束了 但我们要说的是 这仅仅只是表面的现象 就像开头说的 这其中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曹辉 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既然他一直以来都是以小偷小摸为生 那完全没必要说在这一棵树上给吊死 这文件纲的家里有人 他换一家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非要死磕这一家呢 这不太合常理 其次 之前警方也推测了 警方当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没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所以当时警方认为 这个凶手啊 应该是一个反侦察能力很强的这么一个人 但现在好像很简单的 就把他给抓住了 再次 之前警方还推测 说这个凶手和文件纲 或者说跟文件纲的家人 有可能是认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那个门的情况来看啊 凶手应该是用正常的方式进到了家里 那么曹辉和文件纲 他们认识吗 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啊 看似这案子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疑点还有很多 虽然从现在的事实证据角度来看 这起案件的真凶确实就是曹辉 但种种疑点又让人感觉这个案子 好像还挺别扭 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疑点呢 这文件纲 他的身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接着上回茬 说这曹辉被抓住了 他对自己的罪行是供认不讳 这案子看似结束了 但是细细想来 却发现整起案件当中 依然有很多疑点都还没有搞清楚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 这曹辉作为一个小偷小摸的惯犯 他为什么要把县长文件纲 当作自己的目标呢 很明显 曹辉当晚并不是随机作案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文件纲 以至于从傍晚七点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毫无疑问 这有很强的目的性 那么这就让人产生了疑惑 他的动机是什么 后来经过对曹辉的调查 警方似乎有了一些答案 虽然说 这曹辉跟文件纲 确实是不认识 但是曹辉的嫂子 也就是之前咱们提到的那个大嫂 当老师的那个 这大嫂跟文件纲的媳妇 方如琴之间是有点关系的 这方如琴呢 也是一名老师 她是当地一所专科学校的老师 而这个曹辉的嫂子 这大嫂呢 她是当地的一个卫生学校的老师 说这俩学校之间啊 关系很好 经常开一些这个联谊活动 那因此方如琴和曹辉的嫂子 就有了交集了 那么一来二去呢 这两个女人也就交上朋友了 关系越来越好 那有一次 这个曹辉的嫂子 就找这个方如琴 请方如琴帮忙 想让这个方如琴啊 跟文件纲说一说 看能不能给自家的弟弟曹辉 介绍一份工作 那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拐弯抹角的关系 曹辉才知道了文件纲 也正是因为介绍工作这事 为接下来的命案 就埋下了伏笔 而最初警方的猜测 其实也是完全正确的 之前说了 警方发现 文家的院门有被从内部破坏的痕迹 但外面却没有 这说明凶手应该是通过正常的方式 进入到文家的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在对曹辉进一步的询问之后 他也承认了这一点 根据曹辉的供述 案发当晚十点左右 他看见文件纲家的客人走了 就按响了文家的门铃 方如琴来开的门 曹辉表示说自己是大嫂的弟弟 来说说那个找工作的事 方如琴一听 知道了 就赶紧把他领到了屋子里 在客厅落座之后 方如琴先给他倒了一杯水 然后把文件纲 从二楼叫下来 介绍他们认识 再之后呢 方如琴就回房休息了 那此时客厅里面 只剩下了文件纲和曹辉 表面上曹辉跟他聊这找工作的事 但实际上呢 那个时候啊 曹辉一直在拖延时间 一直拖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 发现这个文件纲家的别人都睡着了 那这个时候 曹辉露出了真面目 他突然掏出准备好的小锤子 敲向了文件纲的头部 然后又拿出匕首 对着文件纲连刺了十几刀 于是文件纲大声惨叫 倒在血泊之中 听到响动的妻子方如琴 和文件纲的四姐 也赶紧起床查看 结果也被曹辉给残忍的捅死 之后曹辉上楼翻找财物 遇到了文件纲的岳母 和四岁的小儿子 还有保姆 那他二话不说 把他们通通杀害 这整个过程 看起来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 这个曹辉的身份 仔细去推销 能够发现这个案子 好像不太对劲 甚至有人提出说 曹辉的背后 很可能还藏着一个幕后主使 而曹辉仅仅只是一个替罪羊 按照曹辉的解释 他之所以杀人 目的是为了钱财 曹辉在2000年出狱之后 一直没有正经工作 游手好闲 后来他大哥开了娱乐场所 他就帮忙看场子 一个月呢 他大哥给他发个千八百块钱的工资 但是曹辉啊 常年在道上混 酒肉朋友居多 在外面还养了一个女人 所以日常开销 其实很大 经常缺钱 也因此他一直以来 都有这个小偷小摸的毛病 而文建刚住着大别墅 这一看就有钱 再加上自己的大嫂 跟文建刚的媳妇认识 那么有了这层关系 曹辉就借此机会 锁定了文建刚 那么在这儿呢 在接着继续往下分析之前 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文建刚 可能这个负面新闻看多了 有些人啊 一看到官员 一看到有钱 就会联想到权钱交易 联想到腐败 但这文建刚呢 人家没有 当地有很多人 把这文建刚 称作是悲情宪长 为什么呢 咱了解了文建刚 他的这个情况之后啊 您心里就清楚了 说这个文建刚呢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1964年生人 家里兄弟姊妹六个 他排行老小 从小学开始成绩优秀 后来82年 考上了贵州师大 87年9月 到星逸一中教书 在这个教书期间 他认识了妻子方朱勤 后来俩人结婚了 这个文建刚呢 他很有才华 而且敢做敢说 也因为这个特点 他屡受提榜 说后来呢 他和方如勤 有了第一个孩子 叫文放 但是文放在两岁多的时候 不小心 从沙发上摔下来 伤到了大脑 那为了给孩子治病 彼时刚刚转到 监察局工作的文建刚 开始下海经商 工作这边 他就停心留职 开始做起了其他的生意 什么建材生意啊 砖厂啊 小煤矿啊 他都干过 那靠着他的聪明头脑 生意做的也很成功 据说很快 就有了千万的身家 所以呢 他就住上了大别墅 那么做了几年生意 有钱了 能给孩子更好的治病了 文建刚就放下买卖 又回到监察局上班复职 那后来经过几年的打拼和努力 在02年 他出任了星人县的县长 但差不多同时 他的大儿子文放的情况 开始变得不容乐观 因为当年头部受伤 落下了残疾 于是按照有关规定 他得以生下了第二个小儿子 也就是后来遇害的那个小儿子 那可能也是上天眷顾 在案发当晚 这个残疾的大儿子 因为在这个寄宿学校 读书住校 没有在家 那因此成为了文家的 唯一的幸存者 那这就是文建刚的大致情况 总而言之呢 他家确实有钱 但是奇怪的是啊 放在这起案件当中 这曹辉自己说 他是冲着钱来的 在案发现场也能看到 确实都是翻箱倒柜的痕迹 可是问题在于 文建刚家的卧室里 放着80万元的现金 这80万的现金 曹辉却分文未取 这明明都把屋子翻了底朝天了 为什么这么明显的现金 他不拿呢 这很奇怪啊 不仅如此 文建刚的手上 有一块两万多块钱的 浪琴手表 妻子方如琴的脖子上 也有一串很值钱的金项链 这两样东西如此的显眼 如此的明晃晃 曹辉也没有拿走 这是为什么 难道说他是罪翁之意 不在酒吗 其次 如果说 曹辉他的目的真的是为钱 所以才进入到文家实施抢劫 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在 这样的一个大伙都没睡的时候进来呢 他直接选择在夜深人静 大伙都睡的时候 偷偷摸摸的进来偷钱 那不是更方便 更安全吗 但他选择的这个作案时间点 10点多不到11点 家里6个人 除了4岁的小儿子 还有5个成年人 更别说身高1米8的文件刚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案 这不是生怕自己不被抓住吗 更加让人想不通的是 不拿现金 不拿手表 不拿项链 千不拿万不拿也就算了 非要把这个文件刚新买的诺基亚手机给拿走 而且后来还把这手机交给了自己的大扫丸 这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帮着警方破案呢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 警方之前得出的结论说 说这个罪犯啊 是一个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的一个高手 非常狡猾 在现场留下的痕迹少之又少 的确 从警方侦办的前半程来看 确实警方找到的任何痕迹 任何线索 全部都无法查出凶手 但是后来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抓捕过程当中 警方没有费什么劲 就把这个正在家里吃饭的曹辉给抓住了 而且被抓之后 他没有惊慌失措 就这么乖乖的跟着警察走了 这种种细节 不仅就让人心生疑问 这真的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的杀人犯 给自己留下的后路吗 这实在是太过虎头蛇尾了 也正因如此 有很多人开始质疑 说这个曹辉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凶手啊 他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不是为了钱呢 其中湖南心理教育辅导中心副主任犯罪心理学家 黄振方教授认为 他觉得这起案件的背后呢 很可能是另有隐情的 他表示 以自己研究犯罪心理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只为了劫财的犯罪分子 会有下意识的心虚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呢 不可能选择在人多的时候作案 而在这起案件当中 凶手不仅仅是在人最多的时候潜入文家 更是连四岁的小孩都不放过 这看起来好像是积怨很深 虽然表面上是为了钱 但这起案子仇杀的可能性 仍然无法彻底排除 据此黄教授提出了一种猜测 他认为这个曹辉确实是凶手 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被雇佣的凶手 更有可能是顶罪的羔羊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 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可疑的细节 更多的其实还是因为文剑纲的位子 何出此言 咱们还得把文剑纲上任县长之后的一些细节 大致介绍一下 介绍完之后 您也就明白了 说在02年5月 文剑纲上任新人县长之后 就展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理想 他的管理作风非常直接 他本人说话办事也都很冲 举个例子 上任之后第一个月 召开的这个全县干部大会上 他当众宣布 说自己不缺钱 要把自己的工资全都捐出来 资助贫困学生 事后很多朋友就批评他 说这个固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你当众宣布 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干部的感受 你作为县长都捐了 其他的干部是不是也得捐 但其他的干部人家没这么富 人家都捐了 人家吃什么呢 不过当时面对这样的批评 文剑纲不以为然 那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 看到别人犯错 他跟往常一样 还是直截了当的当面就说 而且说话很尖锐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那么这就让很多领导干部都丢了面子 就跟这个达康书记一样 咱们老百姓很喜欢 但是在这官场上可能不太好混 所以说呢在无形当中啊 他就树立了很多所谓的敌人 这是第一个方面 除此之外第二个方面 在他上任之后没多久 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煤窑 这个星人县呢 是全国200个重点产煤县城之一 当地有句俗话 说一个碑楼一把铁锹 一天就能挖出一千块 这就说的是当地遍地是煤 那么正因如此 在星人县的这个小煤窑啊 可以说到处都是 那么安全隐患自然也就变得更大了 仅仅在05年1月到8月 星人当地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 就高达12起 死亡25人 平均下来 一个月就得死3个人 而且这其中呢 非法经营的煤矿有8起 因为这些非法经营死亡的有16人 当时省里先后三次下达了整改建议书 但是收效甚微 这被上级认为是没有引起重视 所以在文建刚上任之后 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上级要求 大批量的整顿小煤窑 在文建刚遇害之前的半年时间里 他曾经一次下令就关闭了当地的200多个黑煤矿 而且不仅如此 当地有一个从50年代开始就采煤的这么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被他一口气就端掉了三十几个非法煤矿 其中有一家被停产的煤矿 以前每天都有一百辆运煤车排队 一直排在村头 但现在呢 轨道上的运煤车袖继继续绊 空无一人 一片沉寂 那这一系列的整顿小煤窑的举措 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切断了很多人的财路 有不少人几百万的投资瞬间化为泡影 所以很多人对文建刚那是怀恨在心 在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大贪官 星人县当时的煤炭管理局局长叫金武能 这个金武能从97年9月到02年8月 在这期间同时兼任煤炭开发总公司的经理 在任期间先后贪污公款达259万 罗用公款达460万 所以文建刚当时毫不犹豫的就把它直接给办了 而最终金武能也被判了死刑 但当时这件事办完之后没多久 文建刚就收到了一封来历不明的死亡威胁信 包括文建刚的一位朋友后来也表示 说当时确实曾听到有人扬言说要取文建刚的性命 那么由此看来人们对这起案件的怀疑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其中 还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细节 这个细节真的很有意思 文建刚的家不是一个别墅吗 但他这个别墅啊 是在距离星人县60公里之外的星义市市区 不过文建刚呢 他是在星人县当县长 不是在星义市市区 所以他平时不住在这个别墅里 他是住在这个星人县武装部的大院里 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 回这个别墅里跟家人一块团聚 所以这个文建刚平时的行踪啊 除了身边的人之外 应该是很少有人清楚的 而11月27号 当天晚上9点钟 他的司机刚刚开车 把他从星人县送回星义市的别墅的家里 结果10点钟 曹某就来了 这可以说这就是前后脚啊 这实在是太巧了 不仅如此 案发当晚8点多 在文建刚的儿子文放 所在的寄宿学校星义8中 学校的办公室里 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里声称 说这个文放的家里出事了 让他赶紧回家看看 不过当时这文放的手机没电了 所以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找遍了学校都没有找到文放 文放因此没有回家 也才因此幸免于难 那这就很奇怪了 如果这起案件 他真的只是一起单纯的入室抢劫案 那么这起神秘的电话 又该怎么解释呢 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恐怕可能性不大 而面对这些种种的疑问 当地警方其实也非常矛盾 首先负责这起案件 侦破工作的班子 实力是非常强的 前面也介绍了 中央派了七名专家 省里派了二十几名专家 各路专家都认为 尽管这起案子 确实存在着一些疑问 但实际上 这些疑问不影响 通过现场证据 对凶手加以认定 不论是否真的存在幕后主使 这起案件的凶手是曹辉 这一点肯定是不争的事实 也的确 不论是现场发现的脚印 还是曹辉的时间线 这都是符合的 包括后来警方在案发现场 几公里外的一片荒原当中 发现了曹辉的作案工具 分别是一把钉锤和一把刀 那个凶器上面都是曹辉的指纹 另外 当时还发现了沾满血的衣物 手套 皮鞋等等等等 这些物品 这些物品上的血迹 经过DNA比对 也证实全部都来自文建刚 和他的家人 同时物品上也留有曹辉的指纹 这些血迹 这些DNA 可以说就是会说话的证据 他完完全全的证明 曹辉他就是凶手 所以这件事呢 往白了说 曹辉确实是凶手 但是凶手的背后 是不是真的藏着一个幕后主使 不好说 就像专案组最开始推测的 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幕后黑手 那么这个人 必然是有着极强的反侦察能力 因此通过各种蛛丝马迹 无法发现他的存在 因此最终仅仅只是抓住了行凶的曹辉 当然这些在幕前还仅仅只是猜测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山西新疆泡石案 这事发生在2012年6月24号 进入6月份之后啊 山西新疆县啊 这雨水呢 逐渐的开始多了起来了 工人们呢 也得开始做准备了 就开始清理坟河岸边的杂草 疏通坟河的河道 有一条排污渠 是通往坟河下游的 工人师傅们呢 对这进行清理的时候啊 就发现这水渠里边 躺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当时也看不清楚 把这杂草拨开这么一看 是一具年轻的裸体女尸 头朝南 脚朝北 躺在那呢 发现尸体的这水渠啊 在坟河西侧60米的地方 进入夏季以来呢 水渠附近可以说是杂草丛生 平时呢 来这儿的人本身就不多 哪怕有人路过这水渠边 也很难看清楚水渠里边的情况 工人师傅们立刻就报了警了 警方过来这么一看 这具女尸啊 第一个特点是 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第二个特点是高度腐败 除了能看出来是女性之外 其他的这些身体特征 都看不清楚了 勘察人员呢 对尸体进行了一个打捞 整个现场啊 是惨不忍睹 当年呢 这新降线呢 雨水比较多 坟河水位涨得很高 水流也很急 所以当时警方也考虑 如果说一旦有人不小心落水了 那么就会有逆水身亡的危险 难道死者是不小心 落入水中淹死的吗 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呢 法医啊 对尸体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很快发现疑点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可能赤身裸体的跑到这来啊 那应该是死后被人抛尸到这的 侦察人员认为这是一起手段十分残忍的凶杀案件 法医还发现死者的面部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 尸体整体上来看呢 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特征 不能够通过尸体判别他的职业特点 所以寻找尸源这个工作难度是比较大的 在对尸体进行进一步检验的时候 看见死者脚踝那带着一条红色的脚链 这就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了 首先说这个链啊 不是那种特别贵重的啊 就是最普通不过的那种脚链了 显然这条脚链也没有办法 还原出来受害人的身份信息 在整个抛尸现场 技术人员也好 法医也好 都没能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了 如果说没法确定 尸源里这案子侦破就很难呢 办案人员呢 决定对抛尸现场啊 重新进行一次更细致的勘察 虽然在杂草丛生的沟渠附近 没找到和案件有关的痕迹和物品 但是这让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特点 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判断 首先这个地方呢 很偏僻 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再一个 通往抛尸地点的那条路啊 很窄 勘察人员呢 也没有发现草丛里有那种车轮碾压的痕迹 这就说明犯罪嫌疑人 没有使用交通工具 而是步行来到这进行抛尸的 这就说明杀害女孩的地点 距离抛尸地点是非常近的 专案组啊 召开了多次案情分析会 反复的讨论案情 其中有一个细节 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女孩呢 手指甲是比较长的 所以 她就应该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 因为你那么长指甲 从事体力劳动不方便 再一个呢 案发现场周边几公里范围之内啊 有几家KTV这种娱乐场所 再联想到受害人脚踝上 带着脚链 指甲比较长的特点 所以 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死者有没有可能 是在附近的KTV歌舞厅 这些娱乐场所 从事服务工作的呢 警方立刻以杀人现场为中心 在周围 五公里到十公里为半径的 这个范围之内 进行一次走访摸牌 虽然之前判断 被害人在本地生活 或者说至少曾经在本地生活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排查了几天 始终没有进展 这时候 专案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在思考 这受害人到底是谁来自哪呢 如果是在本地生活的 怎么走访下来一点眉目都没有呢 谁会残忍的把他杀害呢 专案组经过分析研判 决定通过当地媒体发出寻人启示 并且向周边的各个视线 发出协查通告 调查失踪人员的信息 2012年7月5号下午 这已经距离发现尸体过去了十来天了 有一位老人呢 大热天的 着急忙慌的 来到了新疆县公安局报案 据这报案人说 自己姓刘 这老刘呢 是从合金市过来的 合金市离新匠县不远 来这干嘛呢 是为了调查女儿的下落 她的女儿叫小丽 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 毫无阴信 据老刘说呀 她的女儿刘丽 19岁 曾经在合金市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因为家里边呢 是住在农村 刘丽呢 平时又在饭店打工 只有休假的时候才会回家 平时都是给家人打个电话 问候问候就得了 2012年6月3号的时候 老刘跟平时一样 拨通了女儿刘丽的电话 但始终没人接听 老刘呢 也没多想 要么是工作忙 对吧 要么是有什么别的事 或者电话坏了 也没有往刘丽发生危险 这个方向去想 可是啊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接着刘丽的电话 头两天呢 也无所谓 直到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女儿也没来过电话 给女儿打电话吧 还是无人接听 老刘这回可有点着急 有点害怕了 赶紧来到了刘丽打工的饭店 可饭店老板说了 丽丽啊 在6月2号跟我请假了 说有急事 得回家一趟 6月3号一早上 就离开饭店了 老刘一听 这心里可就不踏实了 6月3号 这刘丽并没有回到家里 6月2号 确实老刘跟刘丽通过电话 这刘丽呢 也没说准备请假回家的事 照理说 2号就请假了 3号就回家了 他不得在电话里 跟自己的父亲说一下吗 但他没说 3号的时候呢 老刘再打电话 就打不通了 那么刘丽到底去哪了呢 老刘啊 经过多方打听 就问这刘丽啊 平时跟谁关系好啊 这才打听出来 刘丽有一好朋友 叫小兰 老刘找到了小兰 小兰一看见老刘来了 听说这刘丽失踪了 找不着了 小兰也着急呀 哎呦 叔叔 这样 你看我手机里边 还有她给我发的短信的 你看一下吧 那这小丽到底在短信里 跟小兰说了一些什么呢 在这里面能不能找到破案的线索呢 6月2号下午的时候 小丽啊 给小兰发了一条短信 说第二天呢 要去山西新匠县 应聘一份销售员 的工作 但是6月3号又发短信了 说自己呀 被带到了新匠县的某KTV KTV老板让他在那儿做服务员 小丽当时就感觉被骗了呀 本来是销售员 怎么到了这娱乐场所当服务员了呢 所以他想回家 这短信内容是这么写的 他把我带到某某KTV了 说是让我当服务员呢 骗人 我下午就回去呀 之后的几天呢 小兰就再没收到过小丽发来的短信 老刘啊 立刻就来到了 小丽短信里所提到的那家KTV 问女儿的下落 可是KTV的老板啊 一口咬定 说小丽啊 不愿意在我们这上班 6月3号下午 他就走了 到底去哪了 那我也不知道啊 他要不愿意在这 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呀 老刘呢 跟警察一五一十的 把这些事就都说了 这时候办案人员就觉得 小丽的失踪 很可能跟6月24号 焚合附近发现的那具 无名女尸有关 于是当天呢 警方就让老刘 对无名女尸进行辨认 老刘啊 看见之后 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说呀 确实很像 但到底是不是 因为尸体高度腐败了 老刘也不敢打包票 为了确认受害人 是不是刘立 办案人员 立刻进行了DNA的比对 很快这检测结果就出来了 证实 出现在焚合下游的 那具无名女尸 就是老刘 年仅19岁的女儿刘立 突然而来的噩耗 让老刘啊 彻底崩溃了 随后警方呢 就又找到了小兰 重新的看小丽 发给小兰的这些短信 在短信里 提到了小丽被骗到了 新疆县的那家KTV 做服务员 那么这也符合了 之前专案组最初的推断 就认为很可能 死者就是在附近的 这几家KTV 做服务工作的 事不宜迟 警方决定 立刻对这家KTV 进行调查 KTV老板呢 一开始一问三不知 到后来啊 为了撇清自己的关系 他就交代了 他说呀 傻死小丽的 可不是我 是小曾跟小康 这小曾跟小康 曾经都在KTV 当服务员 说作案之后 俩人急急忙忙 就离开KTV了 由于得知 新疆警方当时正在 对小丽被害案进行调查 并且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了 所以其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 康某主动来到了 新疆公安局 投案自首 这康某说呀 小曾来找过我 劝我跟他一块跑 我拒绝他了 我回到家以后 跟我爸把这事都说了 我爸就劝我 我这才来自首的 根据康某供述 犯罪嫌疑人曾某 已经连夜逃到北京了 新疆县公安局局长 决定亲自带队前往北京 对曾某实施抓捕 到了北京之后呢 新疆警方 先跟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取得了联系 一起对曾某的行踪展开调查 虽然掌握到了大量线索了 但是调查工作呀 还是难度不小 在北京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 办案人员终于确定了 曾某落脚的区域 是在北京市通州区西极镇 经过进一步的秘密调查 又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之下 最终确定了曾某藏匿的具体地点 既然知道你在哪住了 那你可跑不了了 所以这曾某啊 被顺利抓获 把这曾某康某都抓获归案之后 这俩人呢 对杀害小丽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这曾某说 12年6月3号 小丽从合金到了新疆 这是这曾某跟小丽的第一次见面 那为什么他要那么残忍的杀害小丽呢 一面之缘呢 其实啊 他俩之前就认识 只是没见过面 这还得从头开始说 12年年初的时候 小丽呢 经过家人介绍到了 合金那个饭店当服务员 饭店工资虽然不高吧 但是离家不远 小丽的父亲呢 也挺满意的 除了合金 小丽没去过其他远的地方了 那在饭店打工之余 闲下来了 小丽呢 就喜欢到饭店附近的网吧上网 那时候 大家不都喜欢什么摇一摇 找一找之类的吗 我也不懂这个啊 反正就小丽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就认识了新匠县的曾某了 有一回聊天的时候啊 小丽就跟曾某说 哎呀 我在饭店这工作 可无聊了 可枯燥了 钱挣的又少 我想找一份挣钱多点的 有发展的工作 这个消息 让这曾某啊 就感觉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哎 他自己挣钱的机会 原来曾某 在这家KTV 当服务员呢 刚开业不久啊 需要一些年轻女孩子 来做酒水推销员 KTV老板就说了 要是谁能介绍一些年轻女孩 来做这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你就能在收益里边抽成 作为奖金啊 发给你 由于担心小丽 不愿意从事这份工作 曾某呢就骗她 说我有一朋友啊 开了一化妆品店 正招聘销售员呢 呃 工资挺好的 一个月能赚三千块钱呢 2012年 对于没有学历 没有文化的小丽来说 能挣三千块钱 也不错了 听了曾某的介绍 小丽就动心了 说我愿意 2012年6月3号 小丽跟饭店老板请假 说回家一趟 其实啊 是到这新疆啊 见到这曾某 想看看这工作怎么回事 6月3号下午 曾某就把小丽 带到了那KTV KTV里边灯红酒绿的 小丽才19岁 第一回离开家呀 心里边就不踏实 哎呦 就感觉怎么这么危险呢 她明白上当了 于是跟曾某提出来 想立刻回家 在KTV里边 曾某啊 就一直哄的啊 你就干这个吧 这工作挺好的 你看有哥在这 那哥罩着你啊 是吧 但小丽一直不愿意 这曾某啊 为了避免在KTV里发生争执 就叫上了同事康某 把小丽带到了离KTV不远的 坟河河边 打算暴力威胁的方式 让他接受这份工作 但是劝了几句人 小丽更不愿意了呀 对吧 这里边这都什么人呢 最起码看见的这俩人 这就流氓 这就地痞无赖 这曾某呢 开始对小丽大打出手 小丽一挨打 他不得喊救命吗 这曾某恼羞成怒之下 就杀害了小丽 看见小丽已经死了 这曾某跟康某也慌了神了 赶紧返回KTV 把杀死小丽的事 告诉了KTV老板了 老板当时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仅没报案 反而呢 还带领着这俩人 回到案发现场 毁尸灭迹 企图逃避警方的打击 尽管说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 都已经落入法网 但是 年轻的小丽 却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每回提到 这种案子的时候 总会说啊 网络跟现实 不一样 网络之中的人 也不等于现实之中 是同样的人 对吧 是找感情也好 你还是找工作也好 你还是有其他 什么样子的事情都好 还是要通过一个 合理合法 正规的渠道来进行 现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 陌生人之间的交流 甚至陌生人之间相识的过程 都变得异常的简单 异常的快捷迅速 越是在这样的一个 方便的互联网环境之下 万能的互联网环境之下 更要注重 鉴别正确的网络信息 保护自身的安全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